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苹果最新最新发布的 搭载M1芯片的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的测评 关于这两台产品呢 之前我们在它发布会发完了之后 就立马录了一个发布会的解读视频 把M1芯片的意义 还有就是这些产品的先期的购买的建议 都聊给大家听了 但是那期还是纸上谈兵 这期我们就不客观真体验 实际来看一看M1的表现 还有就是搭载到它们的最新硬件上之后 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有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客观的点赞小白测评 马上开始 就到三两本视频 点赞收藏 投影饼 这代的Pro和Air呢 在重量上还有就是它的电池容量上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 由于采用了M1的芯片 它的这个主板呢 是缩小了 未来的产品电池可能会做得更大一些 但是这次它电池即便不做大 采用了M1的这个芯片 续航也提升非常大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实测 Pro这边充电器是61瓦的 然后一个Type-C的数据线 不太环保啊 是吧 还给充电器了 打开直接开机 好 先让它这边设置着 之前我在工作室自己呢 有用一台这个金色的Air 这次又来了一个 你看 就是如果你开机之后不操作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进入一个无障碍的模式 它就会判断你是一个视障人群 然后用这个旁白来提醒你 这还是非常人性化 OK 这样的产品呢 在外观ID方面 跟上一代的Air 和上一代的13寸的Pro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然后我这台呢是这个带Bar的 因为M1的就全部都是带这个TouchBar的 一会儿呢 我们就把这两台电脑的全部进行详细的设置 然后大家的长容软件 然后我们也全部都给它装好 然后马上连夜开始各种各样的测试和测评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将会分成几大环节 比如说跑分 还有就是实际的剪辑 实际的渲染测试 还有就是发热续航 M1的各种各样的详细的测试 全部都给大家带来 马上设置一下它们 OK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点呢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这个iOS和iPad的软件啊 在新Mac上面的运行体验 由于现在软硬件全部打通 理论上iOS和iPadOS上的所有软件呢 都可以直接在Mac上运行 我们实际在新Mac的App Store中进行搜索啊 给出的结果里呢 我们确实可以直接筛选iPhone 或者说iPad的App iOS的软件呢 也都可以正常的下载安装 不过现阶段啊 给出的结果并不全面 比如有讹厂的Team 但是却没有QQ 比如这个B站的iPad版本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进行运行 常用的软件上实际体验呢 也都OK 支持双止滑动浏览信息 大部分操作和Mac的原生软件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不过某些软件 只能以固定大小的窗口进行运行 比如美图秀秀 用来自拍还挺好的 修图的话呢 这个图标就有些太小了啊 除了软件 iOS中的很多游戏 也可以在Mac上直接运行 但是和前面一样啊 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下载 吃鸡 王者和原神呢 都搜索不到 能下载这些 没有了触摸屏多指操作 游戏体验可能也非常糟糕啊 苹果当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加入了一个触控代替的选项 打开之后 按住Option键 可以将触控板呢 用作虚拟触控屏 对于简单的赛车游戏体验还算OK 但是面对比如QQ飞车这类 有很多按键需要操作的赛车游戏 体验上就比较艰难了 除此之外 苹果应该也是很早之前 就联合国内的开发者呢 给M1芯片开发原生软件了 我们这次首先提案到的 有QQ油箱 有到翻译 WPS等等等等 这些M1原生软件的 UI布局和IOS软件之间的区别 一眼就可以分辨 但是放在APP堆里 就很难分辨哪个是英特尔版本 哪个运行的是原生的了 不得不佩服一下苹果的号召力 这个硬件一发布 第三方软件的开发 就立刻新建文件夹了 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重点 就是这颗M1芯片的实际性能 到底表现如何 测试的结果可以说 让我们大吃一惊 测试过程中 我们为了控制变量 参测的笔记本都是MacBook 系统版本都升级到最新版本的Big Sur 常规的性能测试软件 为Gaybench 5 Thinkbench R23 硬盘测试用的BagMagic 除了今天的主角之外 还有2019款的MacBook Air 和16寸的MacBook Pro 它们分别采用了i5-8210Y 和i9-9880H芯片 发布会上所说的性能提升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马上揭晓 首先是Gaybench 5 CPU测试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全面超越了8核心的老旗舰i9 真的是 一点面子都不给 一点伍德都不讲 更是把上一代的Air 采用超低压功耗i5 按在地上摩擦了 图形性能测试也是一鸣惊人 8核心M1的测试结果 约为英特尔630核显的4倍 更是达到了16寸老大哥 5500M独显三分之二的性能 英特尔你可好自为之吧 接下来就是专注测试CPU的R3 单核性能1500分左右 表现同样不俗 多核性能上 16寸的MacBook Pro 凭借超线程挽回了一点演变 老款i5不提也罢 新Mac的硬盘性能 相比于前代提升也非常大 读解性能是直接翻倍 我们实测达到了2.8G每秒的读取 2.2G每秒的写入速度 可能是受硬盘总量的限制 写入速度并没有1T版本的 16寸MacBook Pro那么优秀 M1的理论性能却是非常强 实际性能释放 我们采用了我们整个工作室 都在用的Final Cut Pro这个剪辑软件 渲染输出同一个视频工程 来比较综合的性能差异 首先是1080P分辨率的渲染输出 大家可以先猜一波 哪些是M1的 哪些又是专业吃饭的i9 实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料 Pro的M1346秒领先Air17秒 以23秒的优势战胜了i9-9880H 这结果你敢信 大家可以把大吃一惊打在公屏上了 重复测试还是同样的情况 这还不是最让人意外的 在压缩输出720P视频的时候 M1领先i9的幅度就更大了 提前了近6分钟完成了渲染 快了近39% 不得不说苹果自己的芯片 配合自己的软件 这优化实力是真的强 在Final Cut Pro实际的剪辑之中 大家也非常关心它们的剪辑体验 新的Pro和Air在剪辑多条4K视频流的时候 表现和性能测试同样优秀 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流畅的 二者之间也很难分辨出来什么差异 就连渲染输出的速度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于是我们又加了两条素材 再输出一遍 还是没什么差别 再加上颜色效果依然没区别 降噪 锐化 防抖 全都来一套 输出时间从三四分钟暴涨到了至少两个小时 我们还是别难为自己了 在我们的前期测试之中 起码我们工作室的这个工程量级别 Air和Pro的性能释放体验上差距比较小 Pro由于风扇的加持 渲染速度稍快一点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这次Air是最值得入手的机型原因了 M1其实已经是苹果Mac产品的第三次换血变革了 如果你要是详细了解它们的时候肯定知道 第一次是苹果从PowerPC转入X86阵营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老了 暴露年龄了 Mac电脑拥有了兼容Windows的能力 并促进了Mac的普及 今年自己M1的背后 并不是因为Mac本身不行了 之前我们一直在用 全工作室都是Mac 而苹果希望基于这一代的M1 实现软硬件的生态大一统战略 在苹果的整个平台端不再有软件的壁垒 而Arm这边打败英特尔X86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X86当年打败PowerPC的优势功耗 苹果表示即便是MacBook Pro这个13寸的 它也增加了6个小时的续航 这个续航在前期解读的时候我就说过 应该是大家感知最强的一个点 因为这些产品它都是移动设备 所以说大家在带出去的时候 这续航增加了6个小时增加了8个小时 这个感知是非常强的 发热和功耗部分 苹果在发布会上也是吹得非常非常牛 实际结果还真的就那么牛 在跑分环节和所有性能测试结束之后 M1的耗电量感觉就像是正常待机一样 Air 4% Pro 3% 这你敢信 2019款的Air和Pro都耗了19%的电量 当然这两台2019款的机器 我们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不过这个Pro我们才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个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后面的渲染测试也是同样的情况 英特尔平台的耗电量要远远多于M1 M1不仅耗电更少 而且效率也更高 难道这就是承受中的 又要马而跑 还不给马而吃草 古人成不起我 无论是跑分环节还是实际的视频渲染 发尔量这边也有大幅的降低 这个5纳米就是不一样 Air从19年的48度的小火炉降到了39度6 16寸的Pro逼近50度 13寸的新Pro这边和人体接近35.840度 有风扇的加持比Air确实还要更低一些 这个温度控制和性能耗电一样优秀 也不用天天受到风扇噪音的干扰了 M1之所以功耗更低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无疑就是Arm加上5纳米指令级和制程的天然优势 对于14大米这可是领先了数个身位 可谓一点伍德都不讲 大家把好自为之打在屏幕上 第二个就是按照苹果自己的说法 MacOS的最新系统 Big Sur 对于各种单元使用到的数据 它采用的是统一的格式 比如说GPU 视频解码 显示单元 因为这次M1是一个大的集成的芯片 芯片内部数据之间相互调用 无需进行拷贝或者转移 而其他这个SOC需要考虑到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不得不兼容许多格式 这也是M1能效比更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我制程也先进 然后我精简指令级 然后我内部的数据转换上也不需要再转移了 综合的一个结果 最后一个大环节 也是很多专业用户比较担心的软件兼容性的情况 这里我们只讨论Mac的原生软件 不包括iOS的软件 因为那个肯定是需要更长的适配期 在升级BigSub 11.0.1之后 打开第三方的软件会提示你更新Reseta的转移软件 有了它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M1芯片的电脑上 用英特尔的这些软件了 经过我们的测试 QQQ微信腾讯视频等等这些常用软件 都可以流畅地运行 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卡顿问题 实际体验上很接近原生应用 但是偶尔加载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或者说会出现一些闪退的情况 毕竟是转移的嘛 至于一些小伙伴比较关心的Adobe全家桶 我们也进行了测试 在安装Adobe软件的时候 会告诉你你安装的是英特尔的版本 试用苹果M1的版本还正在开发之中 软件安装完毕之后 都可以正常打开使用 用Adobe吃饭的小伙伴不用担心了 具体的体验上 我们前期使用上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是通过上面原生Find Color Pro的表现 我还是更加期待原生M1版本的Adobe全家桶的 那得表现成什么样了 OK 我们来总结一下 M1对于苹果的价值 第一 完整的生态闭环 从硬件到软件 应用可以无平台感的切换来使用 第二个就是开发者的优势 一通百通 这一套代码就可以吃天下了 第三 成本优势 凭借苹果的话语权 自己开发芯片的综合成本 一定要低于购买其他人的芯片 第四 就是整个行业的话语权 苹果未来不再是一个生产厂商 而是能够和AMD或者英特尔平起平坐的 顶级芯片厂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前期的大量软件都需要进行重新支配 需要各种调优 大软件在苹果的推动下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Adobe系列 但是一些小的软件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 大量的软件需要通过转业才能够运行 这就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 比如说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或者说数据出错 或者说功耗和发射跟之前没啥区别 苹果自己也表示需要一到两年的过渡期 而这次首发阵容方面 也可以看出苹果非常谨慎 专业产品线中仅有13寸的Pro这一款 而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真正高端的产品 因为专业领域对于软件的稳定 和工作流的要求都非常高 在无法全面代替的时候 并不会贸然更换 让我们这种小白鼠先给大家尝尝先 先给大家试一试 这对于整个PC行业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苹果让这些产品不分家了 而PC这边你看看 依然是沟壑纵横 没能拥有完整的一个生态 甚至PC是否继续坚持X86平台都是一个问题 微软也不是第一次尝试摆脱X86转制ARM架构了 苹果M1芯片的出现非常可能会推动整个行业 开持一轮新的变革 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 OK更多的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本期聊的内容非常多 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些帮助的话 记得三连 有必投币 没必点赞 特别感谢大家 不关注你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